由于疫情导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动荡,超过870万加拿大人申请联邦紧急救助福利金CERB,并依靠这项救助金支付账单和养家户口。 有调查发现,联邦政府的紧急援助结束后,大量国民会出现负债,由全国最大破产管理公司之一MNP本月初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。 在目前由于疫情而获得政府紧急援助的受访者当中,有45%的人认为,如果援助结束,他们将承担更多的债务。 MNP总裁巴斯安表示,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,其中21%的人表示将使用信用卡,而8%的人表示将依靠发新日借款公司,9%的人表示会出售房屋,此外45%的人表示将减少开支。 联邦政府已宣布将CERB过渡至就业保险EI计划,自今年3月以来已发放764亿元的CERB,将在9月26号停止发放。 联邦政府还将为那些没有资格获得EI的人士创建一种类似于EI的过渡性并行福利,以及其他一些新的福利计划。 调查没有询问目前有多少人打算申请新的福利计划,但有28%的人表示,当CERB停止支付之后,他们将申请EI。 许多专家对这一过渡以及最脆弱人群的下一步发展表示关注,加拿大食物银行首席网络服务官员笔资历表示, 在大流行最初爆发之时,食物银行的使用量激增,但CERB开始发放后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 目前依赖食物银行的人数与前几年大致相同,尽管加拿大在今年早些时候录得创纪录的失业率,但在过去4个月,已经看到显著的就业增长。 最新数据显示,相对于新冠肺炎,疫情之前的水平,加拿大仍短缺110万个就业岗位。 在疫情爆发6个月后,MNP调查发现,43%的受访者表示,他们或家庭成员仍在遭受某种形式的困扰,会影响其就业。 随着CERB即将停止发放,巴兹安鼓励公众深入了解各自的财务状况,并在必要时向债务专业人员寻求帮助。 如果说,我跟赛不肯定诺路,还是优独立的。 可是,你已经不知道,是不是不决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